两年前 日元不断的贬值 大家都说不可能更低 所以我跟风捡了一堆日币 结果从我买的那刻起 日币一直跌到现在 不 我的日币正在慢慢消失 再不去日本的话就完了 再不趁机不出国流量的话 我也会消失了 所以 高兴 我来了 因为要大早期的关系 所以我订了机场附近的旅馆 呵呵 这样明天就可以再睡五分钟了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结果我就这样 被飞机升降的声音吵了一整晚 隔天到达成田机场之后 我先到便利店买饮料 想起以前去大阪的时候 定人找钱时都会很贴心的 扶着我的手 再把钱放着手机按一下 来吧 这一刻我得很久了 来握住我的手吧 可爱的日本妹子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东京跟大阪文化不同呢 是因为你的关系吧 因为做连行没飞机餐室真的太饿 我跟队友就随便进了一间餐厅吃晚饭 结果队友跟我说 查理 你知道这里是东京银座吗 知道啊 怎么了 你知道银座大概是新营区的概念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这顿花的钱都可以在新营区买一个直端呢 太贵了吧 前一晚睡不够又累又困的我 根本没脑容量去算汇率 结果点了一堆很贵的食物 虽然食物都蛮好吃 尤其是那个金黄色的蟹膏 这能让第一次吃毛蟹的我大为震惊 那为了省钱做连行 却在第一天钱包大事鞋监事实在太低能 让我整顿饭都无法集中 于是我的东京之旅就这么揭开序幕了 东京的饭店比想象中的还要小 虽然是私信的饭店 住起来却有一种香港房子的亲切感 不过还是很舒适 比较意外的是 日本的卫生纸博到快要透明 因为忘记派了 所以用这张来代替 那么接下来 东京第一个行程 先睡觉 呃不是 第一个行程 东京Drypolis 这里是日本SEGA开设的大型室内主题乐园 一共有三层楼 除了有各种体感型游乐设施 不能甩爪的娃娃机以外 还有我最爱的Sonic 逆转裁判和竞技的巨人展 虽然看不懂日轮介绍 但我还是跟风去了排队 诶 他们为什么要穿成调查病团的样子呢 带领我们进场的是一位 看上去很和善的男员工 没想到进去之后 他突然就说了一句 没想到眼前就以为 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男职员 居然一秒就换成另外一个人 那笑我真的超级震惊 居然不靠跨装不靠生效 光靠演技就让他的气场整个变了 听着他这一番鸡眼眼说 让人不自觉的跟他一起喊 整个巨人展的布景都很逼真 除了有需要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甚至还有士兵被巨人吃掉的演出 出场的时候 我忍不住用我的破日文对演员说 结果他马上很高兴的说 如此开朗的表情 真的很难想象 他是刚才那位严厉的教官 演员真的好厉害啊 准备当电伏梯上去的时候 刚好遇上一群日本的学生 其中一名女学生看见我们在等待 就马上说 日本的女学生真的是天使啊 接下来到我梦寐以求想要玩的 Sonic运动会 每场比赛都会有8个人参加 跑最快的人就能获胜 哼 这游戏有必胜罚 关键是第一步 先用腿部的力量往后甩 把带子跑动 之后就会有更强的爆发力 满目的快跑是不对的 不懂吗 看我表演吧 最后我拿了倒数第二名 最后一名还是个6岁的小孩子 对不起 我不敢在小宽跑步机了 接下来是乐园的重头戏 月影飞旋 虽然从外表看不出来 但它是一款体感音乐游戏 游戏开始后 大萤幕上会播放音乐 当飞车滑到底部的时候 剩下的两个人要一起踩踏板 是一款很讲究节奏和合作的游戏 它的神经是不知非常厉害 就算真的进入了应游的世界一样 所以我非常的投入 一 任 一 任 你有正才吗 我们感觉快音了 原来队友开始商量后 就一直闭眼睛 结果像白色一样 喊了一分钟的派子 昨天睡不够 结果就运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Sega乐园真的完全满足 喜欢动画 游戏 音乐和Sonic的人 乐园还有很多不同的体感游戏 期待大家去排队玩玩 再告诉我有不有趣哦 晚上9点 我跟厂商有约 却一直等不到他们的电话 奇怪 这个厂商明明很准时的 就当我准备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啊 对哦 我现在在日本耶 日本跟台湾有一个小时的时差 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 太久没有出国的后遗症 绝对不是因为我是弱智 既然还有一个小时 那我先画图工作一下好了 好吧 我是弱智 下一集 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修业园 第一次去日本的女仆咖啡厅 居然全店的女仆向我下跪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下期请日本游乐片2 记得要看哦 字幕志愿者 李允匝宁 李允医生 字幕志愿者 李允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